福州温泉 福州是全国三大温泉区之一 福州的温泉分布在北起树都 南道王庄、东达近安河、西至水部门 方圆大约9平方公里 福州温泉具有分布范围广 埋藏浅、流量大、水温高、水质好等特点 温泉汤中富含硫磺、对关节炎、皮肤病等有独特的疗效 另外还可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 被誉为金汤 有师赞道五凤朝阳、生利水、九龙经脉、出金汤 福州温泉早在近代就已经开发利用 据说最早早井利用温泉的是名叫林道荣、林道宝的两兄弟 他们发现自己家的菜地里从地下冒出热汤 源源不断 兄弟俩一商量干脆早井饮汤 开了一家天生全澡堂 这澡堂一开张就吸引了周围不少民工前来洗澡 随后许多人就跟着早井饮汤 开设澡堂 工人沐浴冲洗 洗温泉早是福州人的一种享受 福州历史上曾有古山座、石草、八角井、青甲池四大温泉古迹 现在除了古山座 其余均已不存在了 关于福州温泉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传说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 福州原是一片汪洋 汪洋中住着一对龙王和龙母夫妇 龙王和龙母生下九个龙太子之后 就要升天而去 临行前 交代九个龙太子一定要前心修炼 将来修成正果得到升天 一家子在团聚 父母升天后 几个龙太子都牢记父母吩咐 各自苦心修炼 唯独九太子由于年纪小 整天贪玩 无所事事 兄长一个个都对九弟苦心相劝 教育他一定要吃尽 苦中苦 来日方能 得到升天 自由自在 可惜 九太子没有听进兄长们的劝告 终日息息玩耍 无心修炼 随着时间的过去 老大 老二 老三等几位龙太子 陆续修成正果 升上了天界 九位龙太子兄弟情深 每升天一位 他们都难舍难分 挥泪告别 不久 八太子也修成正果 就要升天了 仍然一事无成的九太子 眼见兄长们一个接一个得到升天 如今 连最小的兄长 也要离自己而去 往后只剩自己孤苦一人 不禁伤心的泪如泉涌 他开始后悔 自己年幼无知 不听劝告 只顾贪玩 荒废了大好时光 如今侍者如私 再也不会有人来督促自己了 想着想着 眼泪又禁不住涌了出来 这样 整日的伤心流泪 没有多久 九太子就把自己的眼睛给哭瞎了 就更无所作为了 龙太子因此更加心急如焚 以至眼中流出的泪都是滚烫的 传说福州的温泉 就是这第九龙太子眼中流出来的泪 九太子听说自己流出的眼泪 能够治病 能够造福人间 心中感到宽慰 以后福州人就将这位第九龙太子叫做青芒龙 将九太子所待的地方叫做汤岭 这就是有关福州温泉来历的传说 就有关稳定的电池 一直在 出 response 两点